文章来源 国际新时代美容美发化妆培训学校1997到2018年 近21年来每天都在创新 中国形象设计化妆文秀美容美发美甲培训领导者 对于不会化妆的人来说化眼影也是个宇宙男皮一能掌握好 分分钟就让自己变成眼电光今天 小编为大家找来外双内双 单眼皮的教程叫大家如何正确化好一款适合自己的眼妆 找基准线基准线就是你睁开眼睛时露出眼皮最低的位置 这个位置决定着你的眼影能不能被看见 会不会被眼皮吃掉 双眼皮的基准线就是睁开双眼时 双眼皮折痕的位置 那双眼皮的基准线 那双眼睛因为眼部脂肪比较厚厚 所以睁开眼时会被吃掉很多眼皮 基准线基本上是两倍折皱的位置 单眼皮的基准线 如果是脂肪比较多的单眼皮卖指 和那双一样 也会吃掉眼影 所以基准线也是非常高 但如果脂肪薄的话 会低一点 因为每个人眼睛状况都不一样 所以基准线也是不尽相同的 需要自己对着镜子 好好研究出自己的基准线 哦 零二眼影三个高度范围 一低于基准线 低于基准线 也就是画在双眼皮者层类之内 相对无效 这个方法其实是相对无效的 别也能看到眼影 但是睁开眼睛后 除了外双 耐双和单眼皮 是完全看不到眼影的 而且眼影颜色和双眼皮线上颜色对比强烈 显得眼睛更为冗胀 所以这个高度 就算用爱人爱的大地色 也会有一丢丢的心感 而用粉色眼影更容易踩雷 就像割完双眼皮还没恢复好一样 二高于基准线二到三毫米 高于基准线二到三毫米 也就是超过闭眼时标记的基准线上一丢丢 睁开眼睛是能看到小发霉眼影的 这个最常见的画法 也是最自然放大眼睛的方法 用大地色雅光眼影的画 那时候能看到眼影的同时也消肿 单眼皮也是一样的 有稍微放大眼睛的效果 小技巧提示 画这个范围的眼影时 可以先把眼影画在靠近睫毛根部 然后干净的晕染刷 慢慢往基准线上过度晕染 确保眼影边缘过度自然 会显得没那么突兀 这个范围 最适合画各种小倾斜 两期美女的中如浪 自然又简单 这个范围加一点点外眼线眼线笔和同色系的下眼影 就可以很自然放大眼睛 最适合日常画 这两年很火的粉色系眼影 拍眼中的眉纸 就可以按照这个范围试着画一画 比较烈奇的彩红色系眼影 也可以按照这个范围尝试画 看起来并不奇怪 反而有种特别的美感 三总结几种眼影高度的效果 下面PO一张图总结 不同高度基准线的眼妆效果 03化眼影的几种常规方法解释 好的眼影究竟画度高之后 再来介绍一下最常用的三种眼影搭配吧 一平涂法 用一种颜色的眼影 直接有眼睫毛根 不开始描画平涂 也就是我们上面用的方法 最适合裸妆 种泡眼 二件近纵向蕴染法 用一到两种或类似色的眼影 在平涂法的基础上 选用深色眼影从睫毛根部开始蕴染 逐渐向上颜色简单 最后加上合适的眼线 就OK了 这种画法最适合小眼睛 单眼皮 而外双看起来 会跟低于基准线一样的效果 前眼种和鱼青 这种大面积打底加睫毛根部颜色深的画法 非常适合单眼皮 这种画法单眼皮的match 可以直接取代眼线 用深色眼影 也可以完成一个 四蓝方大的眼妆三横向蕴染法 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颜色 你眼影向内眼角蕴染 将较深的颜色 由深到浅蕴染至眼皮三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二的位置 适合所有眼睛 后半段叠加时 一定要注意往前蕴染 建议另外拿一支干净的松毛刷 白眼影边界刷真云 然后再加上适合的眼线和自然延长的眼尾 一个简单又日常的妆容就画好了 这个画法适用于所有眼形 就算单眼皮也能hold得住 而双眼皮们就只要按照高于基准下二到三毫米的画法 叠加在后半段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眼影教程 事半就结束了 学会了理论知识 最后想化好眼妆 就得多恋恋才行恶化妆 改变五官最重要的就是眼妆了 学好了眼影画法 想变得更美完全可以做到 送上一张世界上没有丑女人的对比图 然后再加上一张世界上没有丑女人的对比图